达到强烈台风规模的五级强烈热带气旋弗莱迪 在20号禁逼了印度洋岛国摩里西斯 弗莱迪的风速高达了每小时120公里 已经为当地带来了强风暴雨 这个凶冷的波涛不断的拍打 摩里西斯位于非洲的东南方 这个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以东 800公里的印度洋当中 而当地的气象过门预估 气旋可能会在当地时间20号下午 插头摩里西斯的西北偏北近120公里处 在21号的晚间会直撲马达加斯加的东南部